全新的GPD Pocket 3模块化掌上电脑 高配版搭配11代i7 1195G7处理器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模块化接口HDMI和KVM 先将模块化接口替换成KVM模块 现在我们将另一台Pocket 3作为服务器演示机 用一根USB数据线将服务器连接到KVM Type-C接口 系统提示识别音之后 就可以用Pocket 3的键盘触摸板在服务器上操作 下面试一下HDMI-IN功能 将画面输入到Pocket 3的显示屏上 配合KVM键盘操控服务器 用HDMI线将服务器和Pocket 3的HDMI-IN口连接 然后打开电脑的自带相机软件 切换到后置摄像头 服务器的桌面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同步操控服务器了 接着 电脑 电脑 感谢观看